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腕拨完了以后和前臂在一条直线上面就可以了 不要甩动的太大了 甩动大了反而不稳定也很难还原 包括他后面的反手拉球 动作也是一样的 也是手腕用力过多了 导致击球的不稳定 反手拉下旋球的动作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引拍下来 向前摩擦出去 主要还是手腕 手腕甩动的有点太大了 甩动的太大了 这个稳定性会造成一定影响 以后在拉的时候 动作可以再小一点 到这里就停住了 不要无限的往右边去甩 动作再小一点 去进行摩擦 把力量集中就可以了 整个动作是不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他正手拉上旋球的这个视频 他正手拉上旋球的时候呢 这个击球点 击球时机太晚了 他拉成了这个球的下降前期了 甚至有点到下降后期了 才去拉 我们一般这个拉上旋球的话 是拉球的高点期 拉高点期去冲这个球 以前冲去练习 如果是下降了再去拉的话 这个球的质量就会差很多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拍形 拉上旋球的时候 拍形要往前包 往前压 你现在是拉这个加转弧球的动作 去拉这个上旋球 是吧 又是拉了这个下降前期和下降后期 去这样带起来的 这个球的质量就差了很多 我们拉上旋球的时候 以练这个前冲为主 在球的高点期快速的击打 向前去蹬转 向前用力多一点 不要往上去提多了 看一下 向前 向前多一点 不要拉到下降后期了 不要拉到下降后期了 这样拉上旋球 没有什么质量啊 这层提拉了 往前站一点 下降前击 腰部要发力 腰部发力 更短 更短 所以说 不要推太后了啊 你要拉加转的话 就把球调成下旋 拉加转都可以 对吧 不如拉高调 发力要集中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